来到了我朋友这个理发店这里 然后呢等一下的话 参观一下他的野马 挺霸气的 现在等会走过去看一下 给我要试了 打开看一下里面是什么的 一个极速的一个东西 可以啊 两个座位的后面还有两个座位 但是的话看起来很厉害 这个是野马哦 对 坐一下看一下去 可以啊 摸起来都舒服 搞一辆哎 搞一辆我得像你那么厉害才可以啊 只要努力啥都有 这个买了多久了 买了两年了吧 两年了 高不高啊 还好吧 可以啊 能接受的范围内 你感觉开这个车有什么感觉啊 有啥感觉 泡牛泡泡嘛 拉风哦 拉风的很有 回头率100% 肯定啊 嗯 真的啊 如果在我们年轻的时候能拥有这个车就好啊 对 我现在也是20多岁哦 对 嗯 太成功了 哈哈 我都不敢想象了 真的是 是有多少麻 这个啊 这个没跑过 那他想是有多少麻 这个是 你打开看一下吧 你打开看一下吧 机动打楼啊 嗯 不用踩油门 你就按着那个 这个 不用踩 不用踩刹车 只按那个电话键就行 电话键哪里啊 我能不能踩过 那个 那个红的看到呗 下面那个红的 这个 对 机构应该是260吧 我也不知道 反正没跑过这个 还是可以的 嗯 咱那个国内限速原因嘛 不敢跑太快 嗯 可以啊 这个配置 哇 年吗 行 趁年轻 我也要在年轻的时候提一辆 多少人的梦想啊 我是挺好的 趁年轻吧 到时候就提这个标志 可以 这辆车 这个车主也是20多岁 还开了一个理发店的 要是以后油摊那么成功就好了 可以可以可以 得好好努力了 不然的话 我也想开上这个车 不然的话到时候都开不上了 可以 而且还是两个大坑的 一脚油门都是轰起来了 让人好羡慕啊 我都想拥有这种车啊 得好好努力了 进去也开上这个车 野马吧 好像 啊 刚刚呢 也看了我这个朋友这辆车 的确是挺霸气的 也挺长的 啊 我都感觉 我那辆车都不如他的 一点点了 但是这辆车的话 的确是挺好的 好现在当时花了几十万买来的吧 也好贵 那时候啊 买了两年了 他说 但是这个好像是3.0T的 挺厉害的 啊 如果我趁他有这个年龄段的话 这么厉害 到时候我也要体验 啊 但是的话也挺难的 这个车毕竟还是挺贵的 啊 不过的话 年轻嘛 总会有时间的 可能一起在原地 是吧 你跟到一些牛逼的人物 站在一起的话 你肯定会得到一些 啊 方面啊 比较好一点的嘛 所以我今天我坐来他这里 看来一下他这辆车 啊 是挺不错的 也挺长的 这个轮毂的话还是很大的 二十多寸 是挺不错 嗯 等下的话就跟他聊聊天啊 啊 看上以后有什么活着的方面也可以啊 啊 就是要跟一些比较有厉害的人在一起的话 嗯 比较好一点 反正就是这个车的话挺好看的 我也挺喜欢的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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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